溥仪作为中国最后一个皇帝 他的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 三岁时被扶上皇位 做了傀儡皇帝 虽然生活在这紫禁城当中 却没有任何一点天子的权利 随后清朝灭亡 溥仪又被日本人利用 当了韦满洲国的傀儡皇帝 解放后 溥仪被抓去改造 一直到获得特赦后 他的人生才算是得到了自由 但那个时候 他也已经走完了半辈子了 由于他当过皇帝 不少人都喜欢找他鉴定孤斗 就比如近代著名的学者王国为 就曾经找到溥仪 请他鉴定一下 自己逃到的皇家宝贝 一开始溥仪是不愿意的 但架不住王国为的热情 可等王国为把东西拿出来的时候 溥仪只看了一眼 就说这东西是假的 王国为问他为什么 溥仪只是说 这东西跟我家里的不一样 多么霸气的一句话呀 做过龙椅的人就是不一样 最终王国为找人鉴定 发现这东西确实是假的 这让他气愤不已 一位97岁的石欢老人 一辈子节省下1.8万元存款 却在一夜之间被投得干干净净 几乎绝望的老人选择了报警 然而在警方的调查当中 石欢老人的惊人身份被揭晓 地方领导急忙前来慰问 并送来大量慰问品 这个老人究竟是谁 他的身份又是什么呢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一下关注按钮 回复老人即可观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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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